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小主播看天下WOW 大家好 我是潘云萍 我是林可欣 我是王喜悦 我是吴孟轩 我是陈坚沛 请看今天的WOW新闻 喜悦 你长大后想要当什么 我长大后想要当一个足球运动员 所以我现在很努力地在训练足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和想要实现的目标 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良好的家庭条件和环境 可以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如果家庭环境不好 那就要更加地努力 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印度的贫民窟 有一位16岁的少年 他的梦想是登上国际的舞台 跳芭蕾舞给大家看 那他有实现他的梦想吗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 他终于有机会可以去纽约 发光发热 一起来看看他的奋斗之路吧 如果连一顿饭的温饱都有困难 你还敢追逐梦想吗 来自印度贫民库的少年沙阿的答案是 YES 从小喜爱跳舞的他 三年前因缘继绘学起了芭蕾舞 经由一路地努力和贵人帮忙 如今他终于可以离开家乡 去美国追逐他的梦想 一大早来到学校 沙阿穿上舞鞋准备开始练舞 但是贫民库的孩子 怎么会跟芭蕾舞扯上边呢 原来他是遇到了伯乐 当沙阿在梦迈的舞蹈学校 跳嘻哈舞时 对这位以色列译 来自美国的马俄老师 慧炎是英雄 从此他的人生就有了 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虽然沙阿喜欢跳舞 但因为成长环境的关系 一开始他对芭蕾舞几乎一一无所知 而家人也几乎全都反对 虽然家人一开始投了反对票 但是沙阿的天分与努力却改变了大家的看法 他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学会了单脚肩旋转 学会了芭蕾舞的语言 他做了两半年 这很难听 在世界上我发的视频 人们都告诉我 一百万 所以我认识我能够找到一档枝 老师的教导加上认真的学习 让沙阿的舞技在短期内突飞猛进 如今他除了获得陈嘉然的支持 还录取了纽约芭蕾舞剧院 朝着他的梦想一点一点的努力前进 怀抱着诚心壮志 沙阿将飞到美国 进行为期四年的专业训练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一个有天赋的人 就算生活在社会最底层 只要努力 一样可以开创自己的一片天 今天杂学体验要来认识的职业 跟我们的生活很有关系 不管是水管漏水电路维修 通通都少不了它 你们知道他们是谁吗 我知道 是水电师傅 答对了 这次就是由孟宣去体验 这次这么有挑战性的工作 没错 就是我 其实我连水电工具跟材料 长什么样子其实都不太清楚 更别说是水电工师傅的工作了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跟我一样吧 我之前有类似的经验 就是我弟弟在刷牙的时候漱口 然后他要换的牙齿 就是掉到那个水管里面 还好他没有开水 所以我跟我爸就去 把那个我们家厕所的水管 然后把它拆开 然后把他的牙齿拿出来 然后再装回去 那我要来考考你们 我们对水电工的认知 我等一下准备了六个材料 和水电工的工具 那么我等一下要来考考你们 能不能说出这些的名称 还有他的用途 一起来看看吧 我知道这个 这个是老虎拳 那个应该是水管 这是开关嘛 还有是水管连接器对吧 水管连接器 都是体质 这个是什么啊 这个是什么啊 这个是软管吗 那你们大部分都有答案嘛 那我们来看看正确的答案 正确的答案 这个东西是松切开关 然后老虎拳你们答对了 然后那上面有分T型水管跟L型水管 因为接的地方不一样嘛 对 然后这个螺丝起子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然后这是热水器的水管 我觉得这个比较难 因为很多水管都长这样 那你们能想象吗 其实我的师傅跟我说 水电工的工具跟材料 都是这两种 就有几千多种 那你有接下来吗 我以为就是 当然没有 我才去体验一天而已 但是我真的有学到很多 感觉你这次收获满满 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孟萱 去体验你当水电师傅的影片吧 我的印象就是他只要一只螺丝起子 然后还有一个手电筒 然后就可以修遍天下 因为我小时候有看一个卡通 然后他里面的主角叫阿满 然后他就只是 他就只带 他就只带那个螺丝起子 还有手电筒 然后就修遍了大概天下吧 然后修了各种东西啊 然后也做了各种事啊 然后这样子 你对水电师傅的印象是 大多数的人都会说 身材壮硕 四肢发达 皮肤又黑 容易流汗 以及耐力很强 很能吃苦 大家好 我是小记者吴孟萱 今天要来体验水电工师傅的工作 听说水电工师傅汉臭爱好 而且要能吃苦耐劳 瞧 抗娃汉臭加以后 而且耐操也冻桃 所以今天这个工作 一定能轻松胜任 走 我们一起进去找我们师傅 师傅 你好 你好 请问你是老塞吗 是的 您好 我是小记者吴孟萱 今天要来体验一日水电工的工作 这样子的话 水电的话要 头脑要清楚 而且汗操要喝 你这个手臂还不错 很有力 等一下我们就去体验一下 好 然后我们先介绍里面的材料 给你认识一下 好吧 哇 这么多的材料 铃铃满目 各式各样 形状 造型都不一样 这是让人大开眼界啊 这是什么字 这个 E 铃 叫O嘛 O代表厚度 那 E 代表什么意思啊 就是一英寸直径三公分 应急的话它就写二十八 因为学徒头脑要变通嘛 然后都要背这个尺寸 为什么要学徒跟到出事 要三年四个月 就是这个原因啊 因为学的东西很多嘛 那我们现在换排水管 嗯 没有看到这个颜色 注意看 橘色 你看到你家有橘色的红色的 就是那个污水管 孟萱 等一下要考你 因为你记那么多 你能够记住吗 我都没有记起来耶 天啊老塞突然说要抽烤 刚刚教我认识的水电材料 怎么办 数以千计的东西 光用眼睛扫描就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了 更何况要记住他们的功能和名称 不过没关系 我是不会认输的 因为老塞说 只要过了这一关 就等于是拿了水电师傅的入门券 将来一定有机会能成为像他一样的老塞 孟萱 那个刚才已经看了很多了 那你有没有记住啊 我已经尽力了 尽力了 那我考考你这个叫什么 呃 梯字管 代号是什么 代号很重要啊 代号啊 代号很重要 因为我们有分什么 保管跟后管嘛 诶 我可以看 你还要看笔记啊 你一定要记住 先学什么 认识厚度 薄度 再认识什么 零件的大小 看到这个厚的有没有 就是说O管 OT P P就是什么 P就是 P就是什么 P就是排水管啊 你又忘了吗 排水 排水 排水又有分对不对 排水 对 还有分什么 排水 那个污水 污水是什么颜色 污水 污水 橘色 橘色 污水有什么 厕所 还有什么 那个洗澡的那个 有洗澡 还有什么 那个 洗澡台 然后 还有什么 还有洗衣机 洗衣机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 马桶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我觉得我的生活就是 我认识了很多水电器材的名字 然后还有种类 然后我觉得很惊讶的是 我记几种水电材料就已经觉得 就是很辛苦了 可是老实在说这里有 至少有几千种水电材料 而且它都记得很熟 像是我随便在旁边拿一个 很像刷子的东西 问它说这是什么 然后它就可以讲出它的用途 然后还有它的型号之类的 这个 为了这次的职业体验 为了这次的职业体验 我自己也带了两样 家事 准备要大显身手 老师爱 这两个工具用得到吗 不行 这小朋友的玩具 可是螺丝洗着不是很好用吗 这个因为水电的 要拿专业的 这个便宜货 有时候会 会放在里面 等会实习的时候 再送你一组 比较好用的 好啊 谢谢 这个可以拿回去了 不要拿上来了 你应该没有做过吧 认识的水管 接下来当然就是要 来找它的兄弟 电相见欢啦 希望电兄弟不会太复杂 很难相处 好 你看到这一条 红色线 这是什么 这叫做火线 火线 就是有电的意思 好 红色代表什么 危险嘛 火线 记住啊 第一条 第二条呢 这是什么颜色 白色 白色就是怎么样 没有电的 没有电的 白色是安全的 安全的 没有电 摸到不会电你 黄色 橘色 蓝色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控制线 控制线 就是你开关开的话 火线才会跑到控制线 所以控制线就是帮助火线的吗 对对对 平常没有电 靠开关控制 所以叫做什么 控制线 还好到目前为止 电兄弟还不难了解 不过接下来老塞说 要正式教我水电师傅的基本功 拨电线 这边不要处理 不要处理 因为你刚才有咬到了嘛 这要把它戳走的话 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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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不了线 Oh my god 这电线怎么拨不开 明明看起来就不难拨啊 老塞 救救我啊 不然教你最简单的啦 好不好 好啊 夾起的部分啊 就用上方之一这样夾 夾 夾 就把它怎样 就用刚才那个连线一样 对… 这样子 你用整个方法 好 好 我试试看 先罩 然后再从上面 三分之一的地方压下去 压 已经起来了 把它剥掉 剥掉 YA 这样会了啊 会了 成功剥线之后 再来就要进入另一个里程碑 老塞说要教我单切 双切 下 什么切 就开始实做 哦 原来单切 双切 是指灯泡回路连接到的开关组数 单切就是有一组开关 双切就是有两组开关 老塞说现在要教我单切 需要的材料有 电线 老虎钳 螺丝起子 插头 开关 灯泡 灯座等 一山跟数字不一样 你不能在一起啊 制作灯泡回路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不能接错线 白线接白线 红线接红线 控制线接控制线 绝对不能乱点鸢配错谱 否则就会一时勾动天地雷火 一发不可收拾 BOOM 爆炸啦 雪水店最困难就是变通 因为每个家庭的问题不一样 就像人体的构造一样 每个人有胖有瘦 你怎样去调整他 这一间房子的医生就对了 插下去 插 此时此刻我感觉自己 帅气认真的模样 就像是Mission Impossible 里面的汤姆克鲁斯 任何挑战都难不理 不认为我 太好了 很好玩 我觉得这很新鲜吧 因为我从来就是 没有自己去接过电线 然后我也觉得很 就是惊讶 因为我不知道这样接 这样接 然后打开一个电路 然后电灯就是会亮起来 当我打开开关的时候 电灯会亮的那一刻 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从早到晚马不停蹄地学习 这是精实的一天 原本以为可以休息了 但老塞说他晚上还要上课教学生 如果你是教人 那你不会怕别人把你的技术学走吗 因为毕竟这个也是要传承嘛 像你今天来学我也是教你啊 一样的道理啊 那我们上去学吧 好不好 好啊 走 我们在楼上了 所以说我现在是几点 我觉得老塞真的是很伟大 他已经是受人敬仰的老师傅了 还是不断学习新知识 研发新技术 更难得的是 他一点都不尝试 把自己研究的心血结晶 大方传授给任何想要学习的人 是经由第一社区大学的一个早生简章 他了解说 在这边有开始一个随定的课程 因为本身也有兴趣 再加上可以学得 比较实际的实用的一个技能 所以才来这边学习 本身是懂得去奉献 然后去服务别人 亦是亦有 今天辛苦了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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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锦柔密鼓的学习 老塞说今天要让我有机会发挥所学 他要带着我和他成立的水电义工队 一起去独居老人的家 帮忙处理水电问题 不会亮 第一要检查什么 看他的电灯 在前往独居老人的家之前 老塞特别带着我 一起列下居家安全检测清单 也让我了解水电师傅的工作 真的是包山包海 管很大 而且并不是只要灰水电修理技术就好 胆大心也要细 水电师傅真的是一个令人千佩的行业 电灯要转 热水路 不好意思 老塞 我刚才检查完了 就是他们的电灯开关很老旧 已经不行了 然后厨房插座不太好 然后他们的热水器在房内 所以要把它移到室外 那我们和你进去里面看一下 好 这边是热水 这边是冷水 往前面一推 好 然后就起来了 听这个有没有 一般就是三十公分一个 我们水电义工班目前有五十位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帮助独居的我们水电班 因为每年都会帮助超过十位以上 只要他跟我们申请 我们就直接来了 有时间就是尽量帮助别人 然后做一做 大家都会觉得很不错 然后就继续做下去就对了 然后就继续做下去就对了 阿公 你看 好 我们都把你修理好 好 这都是新的 电灯也是新的 对 热水器我们帮你移到外面 对 那你开心吗 对 我开心 那希望你以后可以做得开心 对 对 开心 开心 水电工这个企业 就是跟你原本想象的 后来有还是一样吗 不太一样 就是它其实有很多 专门对一个东西来用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觉得水电工能全部记起来真的很了不起 我这几天就是学到了很多水电工的技巧啊 像是如何拨线啊 然后缠线啊 然后甚至是通电啊 以后如果我真的带学下去的话 然后我可能 以后我家马桶坏掉 我可能也可以自己修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拨线的时候吧 因为我那时候 因为师傅不是教我一个简单的方法 然后 然后我就是一直不会啊 我就是有一直练起啊 可是还是不会 最后就只能用 就是拨开的方法 没想到第二天就是要用那个方法 然后我也觉得 我有帮上忙吧 因为我也会 我有帮忙拨线之类的 虽然就是拨的不太好 但是我还是有尽掉一份心力啊 孟萱 这个就是你那天做的灯泡线路模型吗 没错 就是它 你看 这些是师傅当天送给我的螺丝起子 还有老虎弦 然后啊 你还没别看这些电路模型 只有几分钟的制作过程时间 老实说啊 我那天做了一个多小时耶 哇 它具有值啊 对啊 你看哦 这个这条呢 是橘色的 就是控制线 然后控制线呢 有分三种 就是有蓝色 黄色跟橘色 但是它们基本上功能都一样 然后白色的是中性线 中性线就是跟火线接在一起 就是有电的 然后火线就是它 红色线 红色线呢 火线就是有电的 然后有电的话就是 你把它剪开啊 然后摸里面啊 就是会被电到 嗯 然后那天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 应该是 就是要有剥线 已经用黑色的胶带包起来的部分 比如说红色的线好了 红色的皮就已经被我剥掉了 然后里面就已经是铜线 对 然后我就必须要用老虎钱 把它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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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转起来之后再夹住 让它们可以互相连通 然后就可以通电了 嗯 今天透过了孟萱的体验 相信大家应该也会对水电师傅 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吧 那你们有没有要分享自己的想法呢 嗯 看完这个啊 让我更进一步了解水电工师傅的工作 让我 也让我对水电工师傅的那个印象 就是跳出框框外 我本来以为水电工师傅就是 就是字面啦 就是修 就是修厕所啊 水管这些的 其实我以前对水电工的 就感想就是 水电工就是拿老虎钱在那里修水管 但是今天我知道 原来水电工是要就是 你懂那么多东西 然后就是 会很坚实 很辛苦的 就是用一个水管 原来要修一个水管 不是那么轻松 只要转两下就好 原来还是要背很多 就是什么 控制线啊 火线还是什么中性线 都要背起来 这种 我们一般小朋友应该都只会说 什么电线啊 对 橘色电线 红色电线 有一句话说 职业不分贵贱 用心就是专业 每一样工作 都有它的价值和专业的地方 也谢谢孟轩让我们重新认识了 水电师傅这个行业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小主播看天下 哇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